美好灣區生活,首選行藝置業 歡迎來到我們九龍太子展銷廳了解 鍾哥,現在我們看的這間單位面積段是多大? 這間單位是108平方 也是做三房 我們來看看 這間單位是戴裝修 然後不戴軟裝 這邊是沒有的 這間單位是108平方 會有長一點的圓關位 這間單位是黑範 其實這間單位的開間比1,000呎三房 要大一點 這間單位是4米 1,000呎開間是4米 因為多數是3米8 3米7 這間單位是4米開間 4米開間 所以進來後便會感覺到它是很闊落的設計 而且客飯廳相連顯得整間單位很闊 這一邊是廚房的設計 也是一個幼形的廚房 其實無論是大小單位也有雙星盆設計 而且這些膠樓必準也會有 貴也有 其實這裡還有消毒碗 廚房我們看到的東西也是會有的 除了冰箱位之外 但我覺得廚房不會特別大 相反它可能會把面積移到飯廳和客廳的設計 這裡就是飯廳 其實在這裡吃著飯已經可以看海景 對… 而且因為我們直望過來的話 其實這裡真的每間單位都看海景 對… 想找一間不看海景也有點難度 對… 同樣的話,陽台的尺寸也是… 這裡每一個特點都很闊 而且都是長大的 真的大陽台 看出去就是別墅 然後再出去就是海景的景色 對… 但剛才我們的那一棟 可能看出去的話 就會更近海景 對… 對… 這個的話就稍微退後一點 對… 如果有些觀眾朋友說 喜歡又要海景 又不想靠海太近的話 這個跡的話就非常適合 對… 每個面積都有自己的特色 對… 還有這裡的陽台做得比較好 就是… 這裡會有一個小R位 預算你放洗衣機 或者自己做些櫃 對… 對… 剛剛好這個位置都可以放的 對… 那我們就進來看看… 我們看了一個廳 之後我們進來看看房間 房間…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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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看第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的話 就一定都會看到海景 因為它是陽台延伸出去的 其實是否因為陽台 本身比較闊比較長 所以每一個戶型 總會有一間房間可以出去 對… 這樣設計 又不會浪費海景 對… 還有… 因為它本身這間房間 做了這個落地玻璃窗 所以採光也會比較好 對… 比較正一點 我們就… 房間出來之後 這裡就是工用的衛生間 這裡… 是… 工用的衛生間 嗯 同樣工用的衛生間 不變的話 就是鏡櫃、 智能馬桶 以及這個臨浴間 有的一些東西 全都是不變的 對… 其實我可以留意到 無論是哪一個戶型 其實… 每一個戶型的走廊設計 都不長 都是比較短 對… 即是無論它是去到1400呎 或是1100呎 這個走廊的情況下 不會像其他樓盤一直的長走廊 就是延伸 其實這樣會更加省位 以及房間的面積比較大 沒錯… 這裡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設計的話 其實它就會是陽光布建的房間 對… 這邊就是贈送一半的面積 嗯…沒錯 但是這間房間的話 因為它用了全景的玻璃窗 所以來說的情況下 都是比較開陽的 雖然景觀不是亡海 我們進來就是主人房 我終於留意到 因為它的示範單位沒有裝門 所以我就留意到 這裡就是用來放衣櫃的一個位置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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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進來也是一個 主人房的衛生間 沒錯… OK… 同樣也是不便的 因為這些洗手間裡的東西 就是設定好會包的 對… 對…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 還有今天的片海特別藍 可能今天天氣特別好 對… 對… 我覺得看海景的話 都是有分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時候 你看到海景的話 景觀又會有一樣 對… 對… 還有主人房的面積也是夠大 因為本身它的衣櫃在那邊 這裡是放了床頭櫃 而且它的圓關位可以贈送 這個飄窗贈送 漂亮… 所以它到時自己可以這樣設定 對… 其實我發覺它每一個戶型的設計 的話 它都盡力可以用到空間 擺放更多東西 沒錯… 例如這裡 就算放了這樣的櫃 正常房間也不會放的 對… 但就算示範單位做了 也不會覺得迫劫 沒錯… 我想問問 這一間單位 就是108平方的三房 即是千一尺三房 就是兩個洗手間 這間單位的總價大概是多少錢 我們這個總價在155萬左右 155萬左右 其實均價大概是155元一平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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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才我們看的1000尺三房 其實均價差不多 對… 只不過是看大家會喜歡選擇 頭排的海景 還是會喜歡選擇耳排的海景 沒錯… 或者我們現在去看看 還有什麼會形可以選擇 好… 現在我們看的面積是多大呢 我們現在看的是139 139 就是1400呎的單位 也是四房的單位 對… 對… 這間單位也是擺放了傢俬間店 對… 對… 我們先進來的話 會有標誌性的木門間指紋密碼鎖 但這些就是非交樓標準 對… 即是圓關櫃這些都是沒有的 對… 所以我會看到 這裡第一天進來就會有一間房 對… 這間就做了書房位置 但它送了這個飄台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間到時 做回房間是沒有問題 即是看你擺放架式加電 其實我們這個跟60棟的141 是不會一樣的 其實就是… 跟我們剛才看的一棟 叫做… 60棟 全海景的面積是一樣的 對… 我看到那個擺布也是一樣的 只不過那裡沒有放架式加電 對… 這裡就是剛才我們一進來 那個1400呎的單位 都是有一間房 對… 然後… 來到外面的話 可以看到同樣的 這個廳也是很闊 對… 剛才的話就沒有放架式加電 所以我覺得很闊 對… 但現在放了之後 我覺得也是很闊 因為已經放了很多 對… 它兩邊都還放了兩張椅子 但你還是覺得空間 這裡… 起碼還有三個人在這裡 對… 對… 我們說這間也是會看海景的 對… 但會跟我們剛才60棟有一點不一樣 那就是全海景的 那就是頭牌 那就是二排的海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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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 那裏也放了一張牆桌 對… 那裏還有一些椅子 還有這些小陸直 但都覺得很闊 嗯… 所以其實我也很喜歡 他每個回形都會有一個大的露台 對… 來到這邊的話 就是南北對樓的雙陽台 對… 這裡放了一張六人的餐桌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腰形的設計 其實我們去到每間單位都不會覺得廚房特別大 但我覺得就夠洗 不需要說廚房非常大 但這裡其實用兩至三個人在廚房都是沒問題 這些膠樓標準都是有的 它只是一些傢俬加電包 但硬裝是有的 沒錯 然後這邊就是生活露台 對 生活露台就是會放… 後期畫面就放… 看完景是嗎 對 即是後期看上去這裡整好綠塊後就會更漂亮 對 而且它的生活露台都可以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設計都比較現代化 我留意到它很喜歡用玻璃的元素 對 這樣看上去畫會更現代 還有簡約一點 對 就不會說是傳統一點的設計 對 這樣看上去你會覺得比較新的 高檔一點 對 高檔一點的感覺 我們就過來看看房間 我們首先看第一間房 第二間 這個第二間 對 對 對 這裡是第二間房 這個第二間房 它也是可以看出去 跟露台的景觀一樣 因為它這間房間是可以開窗 然後就出到露台這邊 對 對 其實我覺得這間房間的話 就很棒 因為可以出去露台 對 對 對 這裡就是 它設計了做兒童房 對 然後床應該是拍到飄窗 對 對 對 它就會看回圓林的景觀 沒錯 但其實房間的面積是夠大的 因為我留意到 其實無論我們是 1,000尺的單位也好 1,000尺 或者去到1,400尺 它的走廊位真的不會特別長 對 它是縮短了走廊 將位置放入房間 這裡就是我們看的 公用衛生間 它的公用衛生間是大到 不知要放什麼裝飾物 在衛生間裡要掛幅畫 在這裡裝飾 同樣這個面積的話 會有一個飄台位陣送的 還有 衛生間本身的鏡櫃也是包的 現在進入主人房 這個面積的主人房 我一進入到來 就看到剛才是 同樣會有一個獨立的 醫務間的設計 對 剛才沒有放東西 因為那間示範單位也未做好 其實這裡已經放了 有兩大個 加上這個 它整一面牆 都是做了衣櫃的位置 是夠放的 我覺得 就算你有很多衣服也好 其實它夠放的 整面牆都做了衣櫃 然後這裡做了梳妝桌 哇 最棒的是這個景觀 它可以看到別墅那邊 以及自己的陸化還有海景 剛才我記得這間單位 去到衣務間 它可以看到遊艇會碼頭 如果在這裡 還有陽光很充足 所以冬天也不會覺得很冷 因為有陽光有屋 在這裡 主人房 因為那裡已經做了衣務間 它這張床應該是兩米 不是平時放那些白床 它主人房放了兩米床 衛生間 這個是主人房的衛生間 主人房的衛生間 同樣的尺寸也是不錯的 其實我覺得它 我們看了這麼多面積段 它的房間的位置 都會適合 就是你進來主人房 你會覺得 嘩 主人房這麼大 其實它的走廊位 縮短了 就變成它每個 利用到的空間 就更加大 沒錯 還有我們看了這麼多的戶型 其實無論我們從800呎的兩房單位 或者看到是去到一些 2000呎的四房的大平層的話 它每一間單位 它的標誌性就是 它的露台都會非常之闊 而且的話 每個單位的話 都可以看到海景 如果你是不喜歡海景的話 它也會夾閘著一些 圓林的景觀可以看 所以可能開發商知道 自己的樓盤本身的景觀 是非常之美 所以這個露台也要特意做大一點 我們就看了這麼多的戶型 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們會喜歡哪一種呢 如果是去到這個1400呎的四房 我們屬於二排的海景 這間單位的話 價錢是 這個價錢是 13500左右 13500左右 其實跟頭排海景的話 價錢相差不多 差不多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間單位大概是 180萬到190左右 就看看喜歡頭排的海景 還是二排的海景 又有圓林的景觀可以看 我們看了這麼多的示範單位 究竟這個樓盤的交通 以及整個規模有多大呢 就要麻煩鍾哥 你跟我們下去 售樓中心那邊介紹一下 OK嗎 好 這樣訂閱再下去 訂閱再下去 打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属于十里银滩的第五期 第五期? 是的,这边就属于我们的第六期银滩半岛 银滩半岛 是的 我们五期一共有39栋楼 39栋楼 八千户 八千户 就是这个五期? 是的 是的 其实我们看的示范单位 我们有看了燕楼和建筋那边 是的 我想问如果是燕楼那边 它的戶型分布是有哪几种? 是的,是这样的 燕楼的分布有100平方 到101、102、103、134都有 都有的 是的 东南匯这一部分 基本上都是燕楼 这边都是燕楼的? 西北匯这边就是旗楼 要今年的年底或明年才可以交楼 哦 即是再高一点的话 去到山腰上面那些是正在建筋的 是的 最快的收楼时间 就要去到今年的年底 或者去到明年的年头之前要交楼 是的 我印象的是我们五期那边看了燕楼 其实就是看着这片海景 嗯 其实就是我们面前那几栋 是吗? 是的 我们在影片中介绍到示范单位 正面看 现在在18栋还有几套 18栋 嗯 那这些的话 17栋和18栋的那一边 是否就是客户搞定手足的情况下 就可以立即收楼入住 是的 我们这边的均价 到8千多到9千多不等 甚至有些 如果好像我们这边的 只剩下一些货量这边的话 一万零六百左右都有 一万零六百左右都有 是的 其实价钱分布的话 就是八百多元一尺 到一千元一尺都有 具体就看回 因为它现在 其实第五期 它总共有39栋 其实都很多栋数和户型 可以选择 具体就要看回 因为很多户型都有 看回观众朋友 喜欢选择哪个户型 小区里面的话 中间这边的话 会有个幼稚园 幼稚园 是的 还有我们小区里面的话 会有两个泳池 两个泳池 是的 一个的话就在15栋 另外一个就在23栋 楼下 OK 我们五期的话 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最早交楼 是2021年 即是去年的八月份左右 就迎来了第一波 即是第一波收留的业主 嗯 所以的话 其实因为它五期 总共有39栋 所以它收楼的时间 都会前后有些不同 嗯 最快收楼 最早收楼 其实就是去年的八月份 收了楼 收了楼 因为大了装收出 那些业主就正在入住 是的 那六期这一边的话 我们就上去也看了很多示范单位 其实我们看的示范单位 分布在哪些几栋 那我们看的示范单位 首先分布在61栋 嗯 和59栋 59栋 以及手边这里 有个60栋的位置 60栋 这三栋的位置 包括我们看的示范单位 全部都是开卖的 即是在售中 在售中 是的 那如果是第六期这边的话 它会去到什么时候可以收楼 那我们六期这边的话 首先 因为它的一个质量 以及它的定位 是做一个高端盘 所以它交楼时间 要去到明年的年底 明年的年底 嗯 即是2023年12月 之前交楼 但我会看到六期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别墅的示范单位 其实就是前面的一排 那些示范单位 那我们别墅的示范单位 一个是在这个位置 嗯 82栋这里和75栋这里 一个是300平 还有一个是200平的 两个示范单位 那如果是别墅的话 它的收楼时间 是不是都要等 还是现在买了就可以收楼 是这样的 是别墅 都是要等到明年的年底 才可以收楼 哦 即是第六期那边 它最快的收楼时间 其实都要到明年年底 是的 还有六期的话 因为我们是看了右手边这边 那左手边这边 其实是在卖的吗 那我们左手边这边 别墅是在卖的 高层的话 暂时还未开售 哦 哦 高层暂时还未开售 嗯 其实原作开售中 第六期开售中 就是我们 61 和我们的60 60 以及我们的59 就是我们看示范单位 那三栋 都是所有户型在售当中 是的 包括这个62栋都在售 那六期这边的价钱的话 它的均价 其实是否会比五期商 对来说会贵一点 是的 因为六期它的定位 首先它的用户率会比较低 以及它的面积段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们这边的价钱 由13500到18000不等 我想问一问 如果五期和六期的话 它的管理费会不会有点不同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五期六期 都是属于我们的壁国人开发 这样的话 它都是用我们自己壁国人的密 国家一级资织的密 它的管理费都是一样的 都是两个六一平方 两元六一平方 是的 除了别墅有点不同 别墅是要到四元八 四元八一平方 是的 但是别墅的话 其实都会计算建筑面积 是的 即送的那些就不计管理费 是的 我们十里银摊 目前已经建好一共有四期 加上我们五期 六期一共六期 以及后期还有一个第七期 第七期 整个楼盘的规模也非常大 是的 我们到今年位置 已经是第十一个年头 第十一个年头 是的 即第一期开始 其实已经是十年前 是的 是的 会看到有赛市场 有社区医院 海鲜市场 是的 其实这些是否已经正常人住 正常人住 我们现在的红色标 有名字 全部都正常运作 正常运作 正常运作 是的 另外我看到标着交通中心 那边是属于哪里 这边是属于我们的一期 交通中心 我们这边 由早上六点半到晚上 至近十点钟 每天有多趟的巴士 可以直达路口岸 成为热主岸 只需要二十五元人民币就可以了 二十五元人民币 在这里乘回深圳来越港岸 是的 那我们所处的位置 是属于维州的南部 我看到其实维州 就非常之近深圳 其实维州的旁边 是不是已经是深圳了 是的 因为我们这边 叫做临心区 那我们这边的旁边 就属于深圳市 深圳市 是的 大家都知道深圳的均价 去到七万 是的 这个是比较便宜的 是的 不是买市中心的 是的 那其实是不是 变相了 其实也有多少深圳的客户 你会过来维州这边 选择的客户 是的 我们这里的深圳客户 佔了七成 是的 买这个楼盘的 深圳的客户 那其实目前在楼盘这边 还有什么交通方式 可以直接回到香港那边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首先它有三个高速出口 这三个高速出口 基本上都是八分钟之内 就可以上高速 八分钟上到highway 是的 所以我们在全程是走高速的 好像我们到深圳路 大概一个小时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一个小时十分钟左右 是的 这个是自驾路线 这个违深沿海高速 一个小时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深圳路口外 包括我们疫情之前 有巴士可以直达香港的九龙堂 和粉鳞 那它的车费 同样是否都会享受业主的优惠 是的 即都是几十元左右就可以回到去 是的 那有些客户的话 其实都会知道 惠州这边 其实它已经是否有高铁站 同样都可以回到香港那边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有两个高铁站 一个在我们的西边 叫做惠州南 惠州南 还有一个东边的惠州东站 惠州南站 这两个站的话 我们也是有直达香港西九龙的班次 每天会有六趟 六趟 是的 那我们距离这两个高铁站的话 大概要多久左右 是 车程大概20到25分钟 20到25分钟 即是自己开车过去的话 就可以直接达高铁回香港西九龙 是的 刚才因为我们有提及到 其实它楼盘自己的一些配套 其实是否目前已经完善了 例如一些医疗的配套 除了楼盘的话 其实会不会有的 那我们说呢 我们小区里面是有社区医院的 有社区医院 也都是目前整个惠州的 海边的项目里面 唯一一个是有自带社区医院的一个项目 自带社区医院 是的 其实我是不需要出到外面 我直接在楼盘自己的社区医院 可以搞定 是的 我们交入配套 我们自己这个项目本身的话 都是有这个项目 就是有这个配套 由医院到我们的高中都有的 是的 幼稚院到高中都有 逼跪完自己的 是的 而且我们还有香港DSE的课程 香港DSE的课程 是的 即使香港业主回来住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小朋友可以直接在这里 读香港DSE课程 是的 那目前其实在读没有? 那我们的学校2014年就已经开学了 就开学了 是的 其实到现在都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嗯 还有街市方面 刚才我们在那张大套期 其实看到它自己本身都有配备一些街市 嗯 还有我看到其实它每一期 包括我们现在看的一个五期和六期 它自己下面也有一些商业的配套 是的 逼跪完十里银滩这个楼盘 我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规模非常之大 和非常之震撼 想不到的话 原来它一共是有七期 去打造了一个这么大型的楼盘 因为平时我们听得比较多的话 过来惠州这边十里银滩 就是想过来海边玩一下 但是其实想不到的话 它的楼盘也有这么多望海景的单位 是的 还有的话 其实的确的 目前在大湾区都比较少见一个项目 它自己本身有这么大型之余 它里面所有的商业 医疗 和教育的配套都齐全了 我觉得其实比较方便的 的确它自己的屋苑有自己的楼巴车 就是小型的楼巴车 可以穿梭在每一期当中的话 它现在也都是有这个巴士 可以直达这个深圳的羅湖口岸 还有如果是疫情过了之后 就按照之前 正常其实可以是进入到香港那边 如果有些业主说 其实我不想搭巴士 它其实原来这边的惠州南站 和惠州东站 已经都在用的了 亦都是每一天 就有六趟的班次可以回到香港西九龙 就不会是一天只得一班 等的时间就比较久一点 所以这个楼盘的话 无论是它一个配套 还是它的交通 相对来说都非常之成熟 我们在五期和六期的话 亦都是看了非常多的示范单位 还有我觉得无论是想买小单位 还是大单位 还是想买一些海边的别墅的话 这个楼盘都可以满足到大家 因为它最小的话 是由七十五平方的两房 去到二百一十一平方的大平层 四房单位都有 甚至乎还有就是海边的 道解那些别墅 全望海景 其实户型真的非常之多可以选择 不知道你看了我们拍了这么多 个示范单位之后 你对这个楼盘有心不心动呢 欢迎都在下方留言给我们 当然了 因为它的价钱上面 因为太多户型和太多单位可以选择 它五期的价钱的话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 因为它的海景不是属于头牌的海景 军价其实就去到八百多元一尺 到一千元一尺的包装修 最主要是看观景和选择的一个楼层 到六期那边的话 就是目前有海边的别墅 还有我们一些二百一十一平方的大四房的 一些直望海景的平层单位 而且我觉得到第六期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户型 就是一千尺三房单位 亦都可以去到头牌那边望海景 但是第六期的价钱 相对来说会比第五期高一点 它的军价就去到千三到千八元一尺 同样都是包装修的 最主要是看大家喜欢头牌的海景 还是二牌的海景 亦都是如果对这个楼盘有兴趣 或者是想了解不同一些户型的话 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二线 九二九零六六六三 又或者可以直接上到我们一个 香港太子的线下门店 就是香港太子始创中心十九楼一九三零七 我们亦都可以和大家进行一对一的视像看楼 因为我们今次看的示范单位 全部都是上到楼盘的实景那里拍的 记得follow我们的channel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拍得比较好的话 点个啦给我们 还有如果惠州有想其他了解的楼盘的话 亦都可以下方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